在膝关节MRI图像上如何识别内外侧 在影像层面切到肥骨的时候,识别比较容易 如果带不到,也是可以通过肌肉、定骨、半月板 以及骨断面的大小和形态等进行识别的 先看轴位,axial 在骨骨干层面,我们可以看到骨骨旁边有一块比较大的肌肉,骨内侧肌 而与之相对的骨外侧肌,它的体积要小很多 在病骨层面,内侧的病骨关节面较短,而且较为垂直 外侧的关节面较长,而且比较水平 如果看到半月板,那么内侧半月板呈C型,开口较大 外侧半月板较小,呈B环状 还可以追踪鹅族肌腱 鹅族肌腱指于颈骨近端内侧面 始状位,sagital 内侧颈骨呈V型,关节面较平整 外侧颈骨呈P型或高尔夫干头状 关节面呈稍稍向上的弧形 关状位,coronal 内侧颗较大,与水平走向的后交叉韧带相连 外侧颗较小,仅靠垂直走向的前交叉韧带 让我们做个小测试,看看是否讲明白了 ! 筹还有左侧的较大